减尿持续追查金华尘案 不过却在这个时候 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财务长李文宗 他是以收贿的罪嫌遭到检方声压来觐见 而民众党过去其实收到大笔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诡异捐款 当时是没有说清楚 如今李文宗在金华尘案被羁押了 得要好好的解释清楚 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报告 我完全不知情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民众党账务仪援爆出后 矛头纷纷指向柯文哲最信任的老同学 金总财务长李文宗 如今金华尘案检调业出手 将他申请羁押 专门就是在帮柯文哲处理 政商关系的关键人物 现在他被检方收押 也代表着柯文哲的金流 可能出现了重大的破口 民众党竞选账目疑点重重 包含收到大笔差一块钱 就是整数十万的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现金怪账 到底有没有异常 李文宗得好好说清楚 不过这次要解释的 恐怕不是账务问题这么单纯 朱雅虎以及李文宗分别被北检以违背职务行贿罪以及收贿罪 来向法院进行升押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收受跟金华尘案相关的不正利益 朱雅虎长期帮沈庆经在政坛周旋 被视为金华尘案关键人物之一 却跟木可靖总大账房李文宗同时间被深压 让人好奇检调到底掌握到什么 李文宗大掌柜的角色 环环相扣到竞选办公室 木可公安公司 众望基金会和智库 而这边部分的金流 有没有可能跟所谓的金华尘财团串上关系 靖总的异常政治献金和金华尘案 到底有没有连结 在检调面前恐怕无法再用完全不知情 轻松带过 记者乌永安令一拉台北采访报道